我和他最接近的时间 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100公分 他喝了最后一口奶 将手抬高 等错了一小时 我知道 0.1小秒之后 我的法师将亲吻了一小时 你要问我 为什么知道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小学二年就学过的 牛顿第二定律 只要我确定了瓶子的出值和受力 比如形状质量位置 出手的力空气阻力 一转偏向力和我正在吃的板力 我就能精确计算出 它怎么飞行砸不砸头 也就是说 在你出手的那一刻 瓶子未来的运动 已经被牛顿力学狠狠拿捏了 掏出手的瓶子 掉地的薯片 下落的水滴 宏观世界的一切运动 都可以被描述 推演确定 这个呢 是一种决定论的思想 只要我物理足够好 算力足够快 那么下一秒 所有非生命体的状态 我都可以知道 大家同意吧 比如这是一个半球形的穹顶 我这儿有一个小球 如果我用我无比稳健的完美手 如履薄冰地把这个球 完美地放在这个完美的穹顶的最高点上 然后面临办公室 所有人不需大分泌 原地停止呼吸 这个小球会怎么样呢 在完全没有扰动的完美环境下 小球受到的重力和知识力 绝对数值相互平衡 牛顿定律告诉我们 小球受到的核外力为零 它就不会改变运动状态 永远乖乖停在穹顶上 我知道现实生活中这很难 稍微有点手滑 球就会滑下来 但是在理想状态下 小球确实会永远停在穹顶的最高点 还是说 并不会 我又找哥们打印那个穹顶 比这个半球要尖一点 在理想状态下 把小球放在这个穹顶上 它会如何运动呢 有的同学要说了 这跟刚才那个半球有什么区别吗 有区别 它的函数可不是我乱打的 这个穹顶的方程 是H等于3g分之2 乘以R的2分之3次方 其中呢 H是某一点 离这个顶的垂直的高度 R是沿曲面下滑的距离 也就是从顶点到某一个点的弧长 相信每个人看到这个 精心凑出来的函数的时候 都会涌其中 想用微分方程 把上面的小球运动 规律给狠狠描述了的冲动 我们来用简单的数学和牛二计算一下 小球在这个穹顶上会如何运动 我保证真的很简单 你们连STOPNN17 都看了600多万次 这次的难度对你们应该是小意思 首先受力分析 小球在任何一点受到重力支持力 在下滑方向上 也就是由穹顶相切的方向上的分离 是F等于mgsinθ 这时再用一点点微积分知识一得 sinθ等于dhpdr 带路可得F等于mgdhpdr 牛二说F等于ma 那么小球的加速度a就等于gdhpdr dhpdr就是hdr球导 那看看这个曲面的方程 球导一化键 嘿 您猜怎么着 a等于根号r 一通计算蒙如图 答案简洁好舒服 加速度a就是r的二阶导 那么小球的运动就是这个维数方程 欢迎大家在那幕里面写出它的解 我们可以用瞪眼法瞪出r等于0就是一个解 这代表什么呢 就是小球永远安静地停在尖尖上 这很合理啊 但视力比较好的同学可以瞪出另一坨解 t小一等于t十r等于0 而t大于t十r等于144分之一乘以t减t的四次方 t是一个随机的正数 你瞪出来了吗 我们来验证一下 这坨东西球两次到刚好就等于它自身开着号 Amazing啊 它还真是这个方程的解 这个解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它的诡异之处 它代表着 小球除了永远静止 还有另一种选择 它可以先在球顶上静止随机的一段时间t 然后经常它受到的核外力一直为0 但它在t时刻突然自己滑下来了 这个运动没有任何原因 它的方向也可以是任意的方向 这就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对撤性自发破绝 仿佛小球先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突然觉得 哎呀 算了球两个做了两个 怪啊 根据牛顿第一定律 小球受到核外力为0 开始静止就应该一直静止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没有力 小球就不能有加速度 但大家都看见了 我们刚才用简单的牛顿力学就能推倒出 小球不受力 也可以凭空开始随机的运动 在t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难道说小球的自由意志觉醒了 他不再甘心做一颗一动不动的球 而决定滚下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求生之路 一颗小球突然智慧而恐怖 这就是2003年 澳大利亚物理哲学家诺顿提出的诺顿穷顶 这篇论文标题叫做《穷顶决定论意外简单的失败》 好家伙啊 标题越简单事情就越大 欢迎大家打出自己的论文标题 对比看一看够不够大师的水准 诺顿的穷顶是一个思想实验 你永远无法做实验看着 小球究竟会不会滚下来啊 但它的存在的确挑战了决定论的根基 我们说过去决定未来 当你有了一个过去的因 事情的发展就会以某种确定的方式抵达未来的果 而没有那个因是果也不会出现 但现在你对这个朴素常识的信念被我推向了两难的抉择 要么你继续坚持决定论是正确的 诺顿穷顶上的小球就不可能这么运动 肯定有一个bug必到你没告诉我 要么你相信诺顿穷顶是正常而巧妙的构造 那你就得接受决定论竟然被一个小球给轰倒了 你相信哪一种呢 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 我们的大脑当然本能地相信对自己日常生活冲击最小的选择 所以我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仔细地寻找诺顿穷顶中的漏洞 怎么找呢 诺被打告诉我们 欲试不决就求导 我们论一下 我们算一下这个解的各阶导数 在T等于T时R的一阶导等于0 那速度为0没毛病 二阶导也等于0 说明加速度为0很合理 三阶导加加速度也是0 但再求一次导你就会惊人地发现 R的四阶导在T时可不为0 而是个六分之一 所以这个诺顿穷顶的解 它怪就怪在 小球在不受外力的情况下 凭空产生了一个加加加速度 但这个它违背牛顿定律吗 我手边有一本牛顿亲笔签名款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牛顿本牛的表述是 运动的变化正比于外力 运动的变化指的就是加速度 所以牛顿只规定了 没有力就不能有加速度 但压根没有规定 没有力 物体能不能有加加加速度 所以诺顿穷顶好像也不违背牛顿定律 都是顿子辈的 这破不了招啊 关于诺顿穷顶呢 有很多精彩的讨论 有人指出 微分方程出质问题解存在的微信 需要lipsheets条件 但诺顿穷顶不满足 所以出现了多解 那诺顿穷顶的曲率是发散的 但是呢 一个纸面上的数学条件 能用来约束真实存在的物理世界吗 还有人说 它违反了物理对策原理 诺顿指出 牛顿等先贤在总结出三大运动定律时 他们的意图在于用最简洁的规律 描述这个决定论的世界 确定的力应当带来确定的运动 但现在看来 这三条定律构建的经典力学 蕴含着特殊的非决定性的案例 牛顿理论需要进一步加强 来阻止诺顿穷顶这样的 运动可以在没有力的情况下 凭空启动的怪异系统 诺顿指出 也许我们需要找到一条 牛顿第四运动定律 用打不定的方式 来抵掉穷顶的bug 但第四定律怎么写呢 它会不会让我们的物理变得狭隘呢 总之呢 目前学术阶队 才没有良好的结论 欢迎大家分享你的想法 题外话 我发现上面那些岛数 竟然都有名字 一阶到Velocity 二阶到Acceleration 这都熟 速度和加速度 三阶到叫Jerk 就有点垃圾 四阶到叫Jazz 六阶到居然叫Puff 怪不能K-POP舞蹈跳那么丝滑 可能因为普通人跳舞 就只能控制一阶岛 稍有点技术的人能控制二阶岛 但人家K-POP能控制到六阶岛 所以人家的Wave就特别丝滑 有的专注像说了 那加加加速度也就在数学领域中有用 那生活中顶多就只能感受到二阶岛 更高阶的岛数只存在于B岛的高仿号中 其实 加加加速度 你每天开车就能感受到 行驶中的车有个速度 而踩刹车就是给车一个加速度 踏板的深度就是加速度的大小 那么你匀速的踩下去 就是让加速度一个速度增加 这就是加加速度 那么你变速的踩踏板 比如猛的一脚杀柱 就是让这个加加加速度也不为敌 一次优秀的停车就是要加加加速度尽量小 这样的减速才是平稳流畅 等你能用脚趾去精准调控加加加加速度 恭喜你 你就成为老司机了